汉昭帝的悲剧一生,亲爹栗子沙姆,割结想废了他,一生为亲政。 如果不算旅后称治期间的前少帝和后少帝的话,汉昭帝刘芙玲是西汉的第六个皇帝,他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汉武帝放弃了他几个年长的哥哥,传位于他,可见汉武帝对他期待之高,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一顶说,点关注,不迷路。 可是,汉昭帝却只在位十三年,就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一岁,他这辈子,一天都没有亲政过,一生都笼罩在霍光这个全臣的阴影之下,甚至连宠幸哪个后妃,都不能自主,本文我们就来看看汉昭帝的悲剧一生。 汉昭帝刘芙玲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勾异夫人,以此,晚年俄汉武帝经过和监国,有人告诉他,此地有其女子。 一生迷信的汉武帝立刻派人寻找,随行的官员,把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送到汉武帝面前,女子双手握拳,汉武帝轻轻一扶,女子的手就打开了,手心里躺着一枚玉钩。 对汉武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祥瑞,汉武帝立刻把这个女子带回了宫,这便是勾异夫人,勾异夫人进宫不久,就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小儿子,取名刘芙玲。 当时的汉武帝已经63岁了,这个孩子是他雄风游在的正名。 更让汉武帝惊异的是,刘芙玲是勾异夫人怀胎14个月才生下来的,这与上古的圣君瑶帝一模一样。 大喜过望的汉武帝把刘芙玲出生的宫殿命名为姚母门,并对这个幼子百般疼爱。 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其中次子刘弘早妖。 刘芙玲出生那年,他还有四个哥哥尚在人世,按理说皇位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可是,在刘芙玲04岁那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炬和皇后魏子夫自尽身亡,刘炬唯一的后代刘并仪也被投进监狱。 第二年,五哥刘珀的舅舅李广丽就因密谋夺敌,诅咒天子,投降匈奴而被灭族,刘珀退出了皇位之争,并很快去世。 三哥刘弹看到长安城翻天覆地的变故,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可是汉武帝却迟迟没有表示,刘弹按捺不住,主动请求进攻宿位,言外之意是提醒汉武帝赶紧立自己为新太子。 汉武帝勃然大怒,杀了刘弹的使者,并找借口学了刘弹封国的三个现役。 刘弹从此上了汉武帝的黑名单,而四哥刘虚,为人荒唐无比,汉武帝一想到他就头疼, 早早就打发他去了封国,他从来没有上过汉武帝的立储名单。 一番筛选下来,汉武帝身边竟只剩下年幼的刘弗玲。 刘弗玲虽然年幼,却聪明无比,汉武帝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他下定决心立刘弗玲为继承人,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一次,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刘弗玲的母亲都一夫人在他身边服侍, 但是,汉武帝突然大声地斥责勾异夫人,并让人把他拉下去处死。 勾异夫人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拖簪请罪,汉武帝却冷着脸,连声说,快走,你活不成了。 勾异夫人被杀后,汉武帝才向身边的人吐露实情。 勾异夫人实在是太年轻了,她担心自己去世之后, 成为太后的勾异夫人会干预朝政,并给自己戴驴帽子。 刘弗玲就这样失去了母亲,按照汉朝普遍的成婚年龄, 那时候的勾异夫人应该只有二十岁左右。 除此勾异夫人之后不久,汉武帝病危,她在病榻上,正式立刘弗玲为皇太子。 并为刘弗玲指定了四个脱姑大臣,而为首的便是霍光。 三天后,汉武帝去世,刘弗玲成为了汉朝的新任皇帝。 这一年的刘弗玲只有八岁。 汉武帝为汉朝帝选择这四个脱姑大臣,应该是费了一番心思来搞平衡的。 霍光跟在汉武帝身边仅三十年,小心谨慎,未曾犯错。 这样的人做脱姑大臣之手,汉武帝最放心。 今日第一,是匈奴人,且儿子是汉朝帝的玩伴。 他在汉朝,很难有更进一步的空间和野心,维护好小皇帝,才能保障他最大的利益。 桑弘扬 在汉武帝登基之前,就已经是汉武帝的半独了。 资格最老,又主管经济,和其余三人可以互补。 上官杰,是四人里唯一有战功的武将, 但排位又在几个没上过战场的文官后面, 既可以制衡,又不至于形成太大威胁。 此外,还有一个田千秋,他是不是脱姑大臣之一,史书里的记载语焉不详。 但是田千秋是丞相,是名义上的百官之手, 又是个老好人,可以调节脱姑大臣之间的关系,并在关键时刻做定海神针。 这四个人,形成了既互补又平衡的关系。 虽然霍光的权力最大,但是没有谁能真正一家独大,威胁到年幼的汉昭帝。 但是汉武帝没想到,他苦心故意打造的这一平衡的体系,很快就被打破了。 汉昭帝登基仅仅一年,脱姑大臣之一,对皇帝最忠诚的今日低,就因病去世了。 而余下的三个辅政大臣,也很快就分成了两派。 这要从汉昭帝的婚事开始说起。 汉昭帝登基的时候,年纪还太小,而汉武帝的后宫又都被汉武帝杀光了。 于是,脱姑大臣们便把汉武帝的女儿鄂义长公主请进宫里。 抚养汉昭帝。 等汉昭帝稍微长大一些,鄂义长公主就开始为汉昭帝选妃。 上官节听说这件事之后,立马去找霍光商量。 要把自己的孙女上官室送进宫当皇后,此时的上官节和霍光室亲家。 他儿子娶了霍光的女儿,他这个孙女正是霍光的外孙女。 霍光当然不愿意上官节成为外妻,影响自己的地位。 他以上官室年纪太小,只有六岁为由,断然拒绝。 不甘心的上官节又去找到鄂义长公主的男宠丁外人,并承诺说,此事一成就帮助丁外人封侯。 在丁外人的枕边封之下,鄂义长公主把上官节六岁的孙女召进了宫里,封为皇后。 上官节兴冲冲地去找霍光,要求霍光给丁外人封侯。 一肚子火的霍光断然拒绝,同时也拒绝了给丁外人升官的要求。 这么一来,上官节便恨上了霍光,就连恶义长公主也开始对霍光记仇。 另一个托孤大臣桑红阳,则因为和霍光理念不和,加上想为族中子弟囚官被霍光拒绝,也和霍光反目成仇。 于是,憎恨霍光的恶义长公主上官节桑红阳联合起来,对付霍光。 而此时,长安城外的燕王刘旦,也派人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来到了长安。 刘旦是汉武帝上在仁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一直为汉武帝立幼子而不立他耿耿于怀,在汉昭帝登基之初就曾密谋造反。 他通过长安的线人,知道了朝中的局势之后,先后派了十多个人到长安,贿赂恶义长公主等人。 他们达成一致,杀了霍光,废了汉昭帝,扶刘旦登基。 这一年的汉昭帝只有十四岁,汉昭帝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身边的风起云涌,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当燕王刘旦的一封弹和尚书放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亲哥哥和亲姐姐还是霍光。 因为那个时候的汉昭帝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居然要联合起来废掉他的。 他看到的,只是哥哥告诉自己,霍光在操练郎关和雨林军,又增加了幕僚的校尉,意图造反。 为了避免霍光反击,这封尚书是趁着霍光休幕,不在宫里的时候送到汉昭帝跟前的。 上官接见汉昭帝已经看过了尚书,便急着想要把尚书拿给有私。 把霍光的罪名落实,十四岁的汉昭帝却把这封尚书扣留了下来。 第二天,霍光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进宫之后,停留在殿外的画室里,不敢进殿去见汉昭帝,而那个画室里挂着一幅画。 那就是当年汉武帝给他的周公赋成王朝诸侯图。 汉昭帝把霍光照进殿里,霍光一进殿,就立马脱掉帽子,跪在地上,连连请罪。 汉昭帝却说,你去练兵,不过是十来天前的事情,远在燕国的燕王,怎么这么快就能知道? 更何况,你要造反,又何必增加校尉,我知道你是无罪的。 在一旁的上官杰和桑红阳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想到,这封尚书居然留下了这么大的漏洞。 从那之后,汉昭帝便愈加地信任霍光,而开始提防刘弹和上官杰等人。 上官杰一伙又多次上书,继续击毁霍光,汉昭帝却勃然大怒,你们再继续诋毁霍光,朕就要论罪了。 刘弹和上官杰等人意识到,不可能通过汉昭帝光明正大的罢免霍光了。 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计划,由恶议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在宴席上埋伏人马,杀了霍光,而后废了汉昭帝。 迎燕王刘弹进京,这个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可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泄露了。 汉昭帝和霍光先发制人,灭了上官杰和桑弘权族,则恶议长公主和刘弹则被逼自尽。 唯有上官杰的孙女上官皇后,由于是霍光的外孙女,逃过一劫,依然安安稳稳地在宫里当皇后。 霍光致此成为谨慎的托孤大臣,一家独大。 汉昭帝虽然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坚决地站在霍光一边,解决了一次夺尾危机。 可是,他接下来的对手,就成了在朝堂上一手遮天的全臣霍光。 霍光不仅在朝堂上独掌大权,而且把手伸到了汉昭帝的后宫。 毕竟,他的外孙女上官室是汉昭帝的皇后。 为了让上官皇后尽快为汉昭帝生下嫡子, 也为了避免在皇后生子之前,后宫有其他的美人先生下长子,霍光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他让御医告诉汉昭帝,为了皇帝的身体健康, 除了皇后之外,就不要再宠幸其他女人了。 接着,霍光又发明了一种很难脱下的裤子, 让宫女们穿上,防止汉昭帝看上了哪个宫女随时宠幸。 年轻的汉昭帝,就连在后宫都失去了自主权。 不过,或许是上官皇后的年纪实在是太小, 他自始至终都没能为汉昭帝生下儿子。 原兵原年,汉昭帝在魏阳公因病去世, 年仅21岁,他当了13年皇帝, 却一天都没有亲政过,也没有留下后代。 纵观汉昭帝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他年仅8岁,就被父亲推上了皇位, 为此还失去了亲生母亲。 由于汉武帝遗诏的限制, 勾异夫人的家人,没有一人能在朝为官, 他在朝中也就无依无靠,没有任何可以仰仗的外戚。 他生命中唯一的高光时刻, 就是14岁那年, 识破了刘旦等人的阴谋, 坚决地站在霍光这一边, 避免了皇位旁落。 可是这也意味着, 他从此成为了霍光的傀儡。 他去世的时候, 已经21岁了, 早就可以亲政了, 可是霍光从来没有想过要还政于他, 甚至连他宠幸哪一个女人都要管束。 或许年轻的汉昭帝也曾想过, 不需要和霍光正面对抗, 霍光年纪大了, 自己迟早能把他熬死, 到时候就可以做真正的皇帝了。 可是汉昭帝没有等到那一天, 于是我们无法知道, 假如汉昭帝可以亲政, 他将会成为怎样一个皇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